是吗 他说不是啊 那就好 其实我可以到那个养老院啊 有一个地方也不错 我说您不要想这些 这不是你所想 你喜欢这个地方很健康 您就长寿 怎么说呢 他 哦 心就放下 但是这一时 听到这样的一句话的时候 哦 我的感受就跟我的想象是天壤之别 后来那我就回来 我就跟海英开玩笑地说 我说 他说我们是这样的 但是我的心里呢 就有点 怎么说 后来我就祷告吧 我说主啊 如果就是我的心里 不能够过去这样的一个事的话 那我就不是你的儿女 求你亲自安慰我吧 完了 海英也安慰我 大家都安慰我 完了 后来神上帝就是奇妙 他就让我想到我公公的好 他在他其实都已经很大年龄 为我们的学校排这个园野 那个花剧园野 他是辽宁艺术剧院的院长嘛 他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 在戏剧上就是一个顶天立地的一个戏剧艺术的一个 真是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一个 只是他很低调 他不愿意去宣扬啊各种 他就非常的美好的就是一句话 为多活一天而奋斗 特别奇妙 完了我就想到他为我们排练 为我们的这一切做的这些事情 完了在北京的时候还住在我们家 完了都很好 我就觉得那个时候多么的美好啊 我就说感谢主 我说如果我的公公在这样的一个特别美好的地方 能够活到一百岁 我们真的是何乐而不为呢 想到他的优点 感谢主 就是说如果我们不来到主的里面 应该他是这么说呢 有一句话说的特别特别美好 我把它记下来 感谢主 感谢主